这绝对是泡菜国最幸运的人 老妈难产早逝 老爸偷电瓶吃了牢饭 自己好不容易辍学闯荡江湖 结果刚当上小混混 大哥却看他面向不凡 非说他是个读书的料子 不但花重金请来一个私塾老师 还安排了四个小弟陪他上学 冬天早上起步来 老师会送上贴心的耳边教醒服务 夏天上课打瞌睡 小弟们会帮他倒立洗头 如果考试不及格 还有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课外教学 帮他梳理知识点 帮他转租120km per hour 到最终的站位20km 帮他转租10.50km 我认识 对 观众们看到了没有 不逼自己一把 你永远都不知道自己有多优秀 不过这危险操作 确实把阿姐整怕了 不跑还等着吃席吗 趁着晚上夜黑风高 他悄悄撬开了门锁 可他刚爬上大门 一把猎枪粉碎了他的逃跑计划 老师表示 自己年轻时就和阿姐一样是个混混 现在十分后悔 如果当时好好学习 他也不会混得那么差 为了防止阿姐再次厌血逃跑 老师干脆打断了他的腿 你说这么负责的老师上哪找去呢 不过道高一尺 磨高一丈 阿姐在路上看见两个巡警走过 捡起一块砖就砸了人家商户的玻璃 玩了一副吊锒铛的样子 警察叔叔我想吃牢饭 你们带我走吧 阿姐本以为自己能在耗子里舒服几天 个万万没想到 进去板凳都还没做热 陪赌小弟就跟着进来了 还从裤包里掏出一张小钞 老师要他在出狱前全部背下来 然而更残忍地学习 还在外面等着他呢 这个男人被埋在土里 顶着30度的高温 被六个小混混逼着 在知识的海洋里尽情地遨游了一番 这一通操作下来 阿姐再也不想学习了 不管黑帮怎么逼迫他 他就是一副随便你的样子 直到小混混们绑架了他的亲弟弟 阿姐才乖乖就范 在黑帮的督促学习之下 他终于通过了文凭考试 本以为这下终于自由了呢 结果老师又掏出了厚厚的一叠书 要求他考警察 原来就在前些日子 黑帮在警局的卧底让人给嘎了 他们选定阿姐就是为了当他的替代品 这次阿姐没有拒绝学习 反而一举就考上了警察 不过职位却只是个小交警 黑帮二把手得知消息后几眼了 老子花了那么多马内核时间 难道就为了以后不被查酒家吗 于是在二把手的安排下 小弟们全部出动 没日没夜地寻找起了通缉犯 无谓别的 就为了帮阿姐立功 通过特殊方法 他们很快就找到了通缉犯 先把腰子打了 在关进狗笼里折磨三天三夜 等到通缉犯精神崩溃后 第二天一早 通缉犯就跑到银行打劫 还对着警察点名要见阿姐 等到阿姐来了之后 通缉犯马上就丢掉了枪 然后就是一波自我救赎的操作 之后还和玻璃来了个碰瓷 最后被带走时 还各种夸阿姐太厉害了 把阿姐都整得一脸猛逼 难道是我长得太帅了吗 臭不要脸 经过此事 立功的阿姐升到了刑警队 不过队长看他是半路出家 完全不理他 随便丢给他一张小混混的照片 就让他去抓人 虽然线索只有照片 但常年混迹街头的阿姐 很快就靠着自己的办法 找到了那个家伙 然后二话不说照片也不看了 上去就先把人揍了一顿 等他一对比照片 对不起大哥 我好像揍错人了 在朝阳群众的举报下 晚上阿姐又找上了 那个长发大哥 捏住人家头发 就往镜子上拔 杂丸转过来一看 对不起大哥 我好像又揍错人了 等到第二天 又在大街上一脚踹倒他 我 一搞八我轮死你 对不起啊大哥 主要是你背影实在太像了 不过这次长发大哥憋不住了 照片拿出来看看 我要看看到底是谁 特么的和我这个帅哥撞脸 等他定睛一看 干你递的 你是瞎了还是怎么递 我哪里和他像了呢 长发大哥为了防止在被毒打 发动了自己的社会关系 帮阿姐找到了照片里的小混混 队长一看 这菜鸟还有两把刷子 于是丢给了他一个更危险的案子 不过这次阿姐一看就笑了 当案上的人 不就是自己当小混混的朋友吗 当初你无情 现在就别怪我无意了哈 阿姐当天就亲自去给朋友送上了登缝任机套餐 队长都惊呆了 我们一个月绩效考核才抓一个 这才第三天你就抓了两个 你是掉进土匪窝了吗 当天晚上 阿姐又带着队长 去到了一个帮派火拼现场 被帮递给警察一把枪 要他搭掉帮派的叛徒 可看着对方库管里不停滴落的液体 阿姐沉默了 但他迟迟不忍心扣下班机的行为 把二当家扭不高兴了 上去抢过手枪就干掉了叛徒 随后又一脚踹倒阿姐 拿出小刀刀 对着阿姐的不致命处来了两下 接着又擦掉指纹 把刀放在死区的叛徒手里 伪装成了一个正当防卫的现场 经过此事 阿姐彻底恨透了自己卧底的身份 他打算以牙还牙报复黑帮 当天晚上 他就带着刑警队长去到两个帮派的火拼现场 队长一看 这场面人也太多了吧 掏出手机准备摇人 可阿姐却制止了队长 现在喊人的话 你看对方都要握手言和了 呱呱一叫还抓个屁的人 随后他扛上大棒子 悄悄走入其中一边 趁着和平解决之前 冲上去暴打了对方老大 这下双方都陷入了混战 打到最后 全场就他一人还站着 其余黑帮全遭到逮捕 此事过后 队长完全信任了阿姐 阿姐也通过策反自己的老师 从那边得到了黑帮暗箱操作的证据 他把证据全部告诉了队长 然后和他一起交给检察官 不过让他们没想到是 检察官竟以证据不足为理由 不愿给他们立案 队长傻了 这一落证据你是瞎吗 加起来都够血本人物传记了 随便拿一个出来都可以判30年 队长可算是气诈了 不过阿姐却十分淡定 他深知检察官就是黑帮最后的保护伞 白的不吃那就来黑的呗 于是晚上就给他上了一课 黑帮二当家这边也知道了老师被策反 当晚就把他抓起来打了一顿 毕竟叫不言是之过 你瞅瞅你教的什么傻叉 养狗的还反过来被狗咬了 说吧 二当家就绑架了阿杰的亲弟弟 逼他来到总部赴约 而此时此刻 阿杰也说出了想脱离黑帮的想法 二当家一听这话 你小子还真想玩无见到是吧 当即就说出了阿杰内鬼的身份 队长为了配合他 假装把枪给向了阿杰 然而队长也没想到 阿杰直接送了他两发花生 借着捡起队长的枪 又转头逼迫二当家 让他捡起他自己的枪 然而装抵不过三秒 下一刻阿杰就被黑帮老大的保镖制服了 本以为这下阿杰就巴比丘了 没想到二当家一枪就崩了保镖 然后对着老大爷开了一枪 原来这家伙满肚子的坏水 他早就想换卫党老大了 本来还没机会搞被刺呢 今天机会正好来了 然而危急关头 刑警大部队终于赶来 二当家挟持阿杰准备逃走 半路上阿杰看二当家没记安等待 于是猛的一脚地板油 直接把二当家整飞了出去 随后刑警队到达 抓走了二当家 阿杰则是被队长救了 原来当时队长穿了防弹衣 所以才故意选择挨枪子的 虽然队长知道阿杰曾经是卧底 但还是为他隐瞒了真相 让阿杰真正的成为了刑警队的意愿 影片的结尾 阿杰的亲弟弟也在老师的指引下 走上了正途 阿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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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